兴起这个孩子 这是那样的争执 那样的争气 励志 可惜他的身体 真的也是苦 不过 转一个心境 不以为苦 他也是很惜福 很努力 在此刻大 其中也有一位 郑果翁同学 医疗的过程 化疗 孩子很勇敢面对人生 受到医护 疼惜照顾 他发言将来 要当妇礼 慈善 自业 以他的职业 一定要汇并起来 他要把发脉中门 在他的肩膀跳起来 所以每一个学校的毕业场合 都是感恩 叮咛 人生的温信 爱的 一直一直都是陪伴人 都是一直一直 都是爱的存在 所以感恩 爱 这都是最好的答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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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